因為上次還沒錄影會 今天剛剛好可以把這個怎麼樣騎到雲端版GEMOBI做一次示範 那在這個課堂 課程的第一個這邊 這個是示範影片 電子書 然後這個是GEMOBI的官網 請從GEMOBI的官網進入之後 那我再回到這邊 就是GEMOBI的官網進入之後 它這邊有雲端版跟本機版 本機版是之後你自己安裝在自己的筆電或個人電腦 你再去從這裡下載 那我在這裡我就為了方便示範我 還有方便同學操作 你們就可以直接啟動這個雲端版 那雲端版它是有提供那個免費的跟要付費訂閱的 那我基本上我自己有試過 我基本上這學期會示範的內容 還有各位同學要做的 其實你們都可以用免費版做 也是免費版有一些限制 請大家使用前要先注意一下 雖然是英文 但是你們應該可以看得懂 它就是說每一次只能使用45分鐘 然後如果你暫停 你沒有任何動作5分鐘它會自動的重新啟動 所以重新啟動是你有任何做一半的東西沒有存檔 只有整個都洗掉 這個請注意一下 然後它的那個可以去處理的資料的容量 它是用這一個資料檔案 由幾列跟幾乎變相來去算 那就是只能夠有這麼大規模 如果我們的示範或者是各位要實際處理資料 它已經大致都會在這個範圍 所以不用太擔心 OK 如果說你們真的覺得說有必要的話 那你們就去 再去下載那個本機版來去使用 好 那要開啟它就很簡單 你就按下面這個start 好 然後我切換到這裡 OK 好 那如果說你現在是有 你的瀏覽器是有登入任何Google帳號 你可以直接選擇用Google登入 好 那基本上這個就開始了 那因為這個瀏覽器大概是有自動中文翻譯 所以說它這裡有一些是中文 好 好 那我 那麼我在今天我是已經有先 我在上 我是在準備上課程 我已經先把一個demo檔給放到這裡 那你們有交作業的話 你們呢 它跟本基本一樣 你可以從這邊選擇開啟 如果你自己有那個先做的檔案 你可以自己先上課 上課 上課 我上次的作業是用那個BIG FUN 上次那個德庭還沒有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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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在剛剛加入 好 我剛剛告訴你 我們上次這個作業是在這裡 這個資料庫中的這個第一個 BIG FUN 大五人格 五大人格 那個 那個 這個是來自 來自 荷蘭的某個大學的 五百個大學生的 資料 示範資料 那我現在是 是我 我把我自己上課前先準備好的這個存檔 把它給直接上傳到這邊做示範 OK 所以我們當 我剛剛這個是我自己寫的上課筆 上課筆 上課筆 然後 那個 我是先 大家都 我是現在確定 我剛剛是先檢討完那個 第一份作業 還有帶大家 回顧一下那個第二章的重點 OK 好 那這個其實 接著就是 這個部分也是第二章 特別是第三章 第三章講就是說 怎麼啟動那個 GEMO report 然後做的一些設定 那些設定 那個雲端版跟本機版的操作是大同小異 基本上你可以就參考電子書的 呃 切到這裡來 這是第三章 好 第三章就是講那個 GEMO的這個 按這個 它怎麼樣去安裝 啟動跟一些 它的這個介面的介紹 好 這個你們可以自己 自己再去慢慢的摸 因為每一次作業都 嗯 那更不要說 其中其後考試 其實也就是 也就是 我會另外出一個專案式的題目 讓你們就是 現場做這樣子 好 好